大家好呀,我是云飞 很多人问我手机拍摄视频 稳定器怎么选 我也陆陆续续出过几期稳定器的视频 但一直没有给大家做过横向对比 这是我把市面上热门的商华手机稳定器给搞来了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分别是大疆的OM6 浩瀚的M6 自云的Smith5S 都是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全是热门产品 这不对,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走着 拍摄视频无非就两大阵营 苹果和安卓 以前可能苹果是大部分 现在问我的大部分都是安卓用户 毕竟都在堆影像能力 所以我将主要的篇幅集中在安卓这一块 咱们今天要横屏的这三款机器 先说结论 市面上苹果和安卓的旗舰手机都可以稳稳的搭载 考虑到咱们现在国产手机厂商在影像方面的进步 更多用户也慢慢选择了录安卓系统的坑 安卓系统手机在影像模块和型号上更加丰富 所以今天我们视频的篇幅里面 适配安卓手机的画面会更多一些 在稳定器的形态上 大家的OM6是轻变型稳定器 对于小手机来说挺不错 但相对安卓的大手机它的承受能力就会有一些力不从心 装小米43UTO它会显示手机重心偏移较大 所以说它用小米43UTO的话是不太好用的 浩瀚M6和智云都是我们熟悉的传统双轴稳定器的形态 都可以锁紧走锁 传统的双轴带来的好处就是电机的力度强 智云可以承重300克 而浩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0克 而且M6还有拖短的螺丝扣 带套的小米43UTO再搭配一个麦克风完全都不在话下 一点压力都没有 手机稳定器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轻便 大将是把折叠作为方便的一个点 但其实方便的拍摄出内容才是完到 这里就要提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AI跟拍 这对于一个人的拍摄简直是大杀气 大将OM6有着非常OK的智能跟随 但是要使用自带的APP且在安卓只有30帧 智云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这对于现在来说多少有点过时 60帧反正对于我来说是刚需 HON M6和此前我评测的MT2一样 也有着AI跟踪模块 不需要APP 不挑手机系统 直接使用原生相机或者免延相机 就可以直接录制跟随内容 而且体验会比之前的MT2会更加顺滑 比手势就可以跟拍 比手势就可以调整构图 这真的依然是目前的独一份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AIG中自动跟随和自定义跟随 好 现在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就是它自动的默认的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它会把我锁定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来进行AI跟踪 好 我们现在来自定义构图 我们先比出这个手势 然后调整自己的位置到三分之一 我今天就是三分之一 然后再比出手势 它现在这样就可以开始跟随了 然后像这种场景 我们就可以拿出自己需要带货的产品 或者说其他东西 我们这样进行展示 就是这样就两个两我 我和产品都处于这个三分之一线的位置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目前这个功能应该是只有这款M6才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点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跟踪的一个效果 就非常的及时 反馈也非常的准确 就很棒啊 模块还是磁吸拆卸的 不仅可以使用后置摄像头拍摄 还可以换个方向使用前置摄像头 这点真的是挺赞的 一个手机稳定器就可以完成 监抗和跟踪拍摄 而且这个AI模块还集成了补光灯 可以变化冷暖色 而且除了冷暖模式 它还可以切换所有的RGB 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刺匀的是直接内置了曝光灯 不过不能变色温 大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功能延长杆 这个非常方便 可以延伸我们的拍摄视角 浩瀚也有着自己的伸缩延长杆 直接在底部安装即可使用 横拍竖拍模式的切换 这几款都非常方便 电机的性能方面 还是我们传统的三轴稳定器会更加强一点 稳定性会好很多 特别是在稳定器的浮扬角度和悬扬角度上 大家因为机身设计的缘故 每个轴都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 会有一定的死角 而且运进的时候也会有死区 这点浩瀚和置匀就会好很多 各方面都无遮挡 而且浩瀚还有非常方便的前摄超广角模式 我们平时需要前摄拍摄大画面展示环境的时候 就会需要这样 但稳定器的前臂会挡我们的画面 大家需要拉出延长杆变形 时间比较久 而浩瀚直接点击后面的强键四下就可以实现快速切换 这点真的很赞 而续航方面浩瀚会好一些 搭配AI模块也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拍摄 置余也不错 一天也没问题 大家我这个用的比较久 这个参考价值不大 浩瀚有蓝牙控制器 可以控制录制 也有非常方便的收纳包 这是一个加分点 其他的像APP里面的功能 大家都大同小异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点 他们三个的屏幕差距有点大 大家是这样的 置余是这样的 而浩瀚是这样的 我个人是更喜欢浩瀚一点 你呢 总的来说 我个人是推荐大家 有AI拍摄的需求 直接无脑浩瀚即可 没有这个需求 你可以看自己的喜欢 需要巧巧的 可以选择大疆 安卓用户大手机 还是选择三轴的形态 会更加靠谱一点 不管是调频 还是AI跟踪 都会有着比较大的优势 有什么疑问 可以直接评论区问我 我是云飞 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 有所收获 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